我觉得当然尹锡悦国会大选大败 那本来这里就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就是亲美反美各占50% 尹锡悦也才不过领先0.8%获胜 所以李在明目前变成国会最大党 所以尹锡悦当然要有所表示 那当然你前面讲的也对 就是他一面倒向美国 发现所获有限 好像比较好的都给日本 反而他的三星被拉到美国了 那他要的坦白讲他也是一厢情愿 什么希望美国的核弹能够部署到他境内 这根本是天方夜谭 你这个招惹了俄罗斯中国跟北韩 你要怎么生存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就是有点白目 对国际政治非常不熟悉的总统 现在好像逐渐醒过来了 就是开始有点脚踏实地了 知道韩国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经济不好 那北韩的威胁才是真实的 那北韩的威胁 那当然要跟中国谈 对不对 因为中国大陆毕竟公开的立场 是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 那这跟韩国是一致的啊 所以那中国大陆当然对隐习越的部分的政治跟军事的动作是不以为然的啦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是这样啦就是他真的也是想要稳住周边的环境啊 就是说中日韩也没有什么重大矛盾 真正矛盾是中美嘛 那至于菲律宾那那个只是来碰瓷嘛 背后也是美国啊 那中国大陆更在意的是东南亚 所以不会对菲律宾下太重的手 也是为了稳住东南亚 那因为我也刚刚去北京访问 中国大陆也是希望跟台湾能够稳住交流的关系 你不要太过分啦 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大体上他就觉得 他今年还是要先把经济稳住啦 那周边的各国关系当然也是要稳住嘛 那习近平特别走了一趟欧洲 就是希望欧洲不要跟着美国唱反调嘛 所以只要迷途知反呢 他大概都接受啦 那韩国现在是算迷途知反 我认为是喔 可是不一定就是说亲中啦 我们也不要做这样的理解啦 就是说他逐渐的知道 中美之间他还是要有一点 不能够一面倒啦 要有一个空间 要知道怎么平衡 不要一面倒的倒向美国 我认为是这样啊 一味的追随美国 对对就是 所以他在拿捏啦 所以就稍微往这边站一点这样 我觉得日本也一样啦 那这个有一个新的机会在出现啦 就是说中日韩以前的FTA 主要反对是韩国嘛 因为韩国不愿意对日本开放FTA嘛 那引擎也刚好跟日本特别好啊 所以会不会有新的 就这样好吗 会不会有新的机会 我讲的是经济啦 他跟日本是空前的没有历史的矛盾啊 那以前 坦白讲韩国除了忧虑自己的经济 坦白讲对日本也不喜欢啦 所以中日韩FTA会不会因为这样 所以因为中国是乐见的 中国希望在他能够加入CPTPP之前 能够有一个高于RCEP的高度开放的 中日韩FTA 他认为这样对中国有利 所以中国是乐见 日本也乐见 以前是韩国反对 所以他们可能很希望 能够在这一次的领导人峰会 可能不会一次就谈这个 推进嘛 可能因为要三方见面 才有可能这个议题出现 现在只是双方而已啊 对对对 基本上那蝙幅很低啊 大扁的是日元啊韩元啊 日本现在对美元是扁到多少 160 没有没有 又又拉拉回来152 今天我还没有看啊 是 日本是碰到了空前的挑战 没错啊 因为他日本央行进场 抛售美元嘛 来救日元 那叶伦不高兴啊 所以我不知道他未来怎么弄啊 那听说他本来也在跟 沙地阿拉伯商量说 原油买卖可不可以不分用日元买 那这个美国更不高兴啊 所以我觉得日本真的很难啊 因为你美元你敢挑战吗 那韩国也是类似的状况 韩国可能更勇敢一点啊 那日本坦白讲就掐在美国手里啊 那这银币上它的政府本来就很小啊 其实正常还有更低的 所以7.2还好啦 它升也不会多高啊 大概6.9 就是在这里面震来震去 对 因为中国大陆的内需越来越大 所以它也不轻易贬值啊 你贬值就会造成你进口变贵嘛 对 你光是人员半导体粮食 你都要进口耶 是 所以 那你贬值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对 那当然因为你问这个是海鲜啊 那当然它很热啊 出口商的当然是热剑期的 是嘛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不认为啦 那这个根本的问题 当然还是因为 美元持续利息维持在5.5嘛 然后美元升值到106 所以 第一个受冲击的当然是亚币啊 当然是这样啊 对啊 其实台湾也一样啊 是 台币也贬值啊 也贬到快要33了吧 不要说是对美元 事实上我去年 对欧元也贬值到35了 我跟你讲我今年1月 我就跟人家讲说 台币有机会贬到34 那个时候我就叫人家赶快 赶快卖 赶快卖 那现在就贬下来了 不管怎样啦 就是这个问题 日本韩国跟台湾都很难处理 对 因为我们的央行 也不敢太得罪美国啦 你光是去看美债 今年2月最新的资料 你就知道了 是 日本还在买进啊 对 那你日本到底在干嘛 你的央行在干嘛 你明明已经日元 已经贬成了样 你还在买美债 是 你这脑袋有洞啊 对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就给你卖啊 中国大陆跟香港在今年2月卖了360亿啊 对 所以那我看台湾就是不太感动这样 可是你讲到美债之外 那像现在大陆方面他们现在要发行的债 那个不一样啦 那是人民币的债啦 对 超级长债啦 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 对 说是多长期 是20 30 甚至是可以长达50年 对 我跟你讲啦 为什么 你应该对比美债啦 美债最近 它要发1250亿嘛 那其中大部分都是三年齐的 因为其他都卖不动啊 谁敢卖啊 你看5年10年谁愿意买啊 人民币我跟你讲 20年30年50年一定有人愿意买 对 哪来的自信呢 为什么它有这个底气呢 我跟你讲它可能会双 它会双赚啦 第一个赚利息 第二个赚升职啊 你如果说今年我不敢说会升职啦 20年我一定赌的啦 一定升职的啦 拜登跟川普都是选举动作啦 因为拜登说 中国的电动车进口 科增关税从25提到100嘛 那川普就说 墨西哥进来的电动车科增200 对 那事实上就有人立刻公布一个表 说中国的电动车 目前到美国只有0.97% 到欧洲是50.27% 所以拜登跟川普在那边 所以这个没有实质的效益 他实际上是在讲给汽车工会听的啦 就是我会保护你们 是在抢票啦 讲白了啦 那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资料 因为拜登是对新三样要瞌睡嘛 对 而另外一个是电动车的电池嘛 那拜登也说要磕100% 那电动车的电池是这样啦 中国大陆全球市占率79% 那美国是6% 所以这个就是摆平了就是 美国的消费者准备被转嫁吧 这个就跟贸易战一样嘛 对 那另外一个是太阳能产品嘛 那中国大陆市占率也是将近70% 那美国只有8% 那美国只有8% 所以都一样嘛 就是你就是让美国消费者买贵嘛 那他先 因为我跟你讲消费者是没有票的啦 因为他不是特殊利益团体啦 不像美国的车界这些工会 对啊 这些老板 选举的逻辑就是特殊利益团体 他们会动员啊 会诉求啊 政府要保护我啊 他就在对这些厂商讲话嘛 还有工人嘛 是 这个很明显是选举动作 我跟你讲 我早就跟你预言了啦 说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疯狂的诉求会一大堆啦 就这样 我补个数字给你 好来亮哥请说 他们的贸易量是1184亿嘛 对 那其中中国 从中国出口到印度是 1017亿 那印度出口到中国 只有166亿 对印度没有多 刚差那么多 对啊 就主要都是中国大陆 就是谁需要谁的嘛 出口到印度 也不能说警觉心啦 就是美国可能觉得 他在这里不安全吧 因为美国伊拉克是要撤军的 伊拉克一直喊啊 是啊 那是因为最近加沙战争 所以暂时还没完全撤走啊 早晚是要撤走啦 那叙利亚还在那边给他偷游啊 不是吗 所以叙利亚不一定撤啦 可是伊拉克是要撤的 那个撤也不一定是离开美国啊 可能是到阿拉伯其他国家啊 那只是觉得他就认为伊拉克跟叙利亚 是属于比较不安全的地方啊 所以美国企业怎么会来 对不对 那个时候当然就是萨达尔夫斯坦被打败之后 让美国派去治理伊拉克的人嘛 他第一时间做的事情就是解散那个复兴党 结果搞到伊拉克前政府的公务员都不能上班啊 那你想一想怎么会有人这样统治呢 这个简直是荒唐啦 当年共产党拿下中国政权的时候 也没有把国民党的人都败了 你如果都败了你怎么治理国家啊 可是美国就真的这样干啊 所以我觉得美国基本上在伊拉克没有留下什么力量 是好所以现在在刚刚 而且他改选之后变成什叶派执政啊 所以现在美国就是在这边已经逐渐的视为 而且伊拉克的整个石油产业恢复的过程 对 最大买家一直都是中国 中国大陆 对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呢这个显而易见的 这个中国反而就跟美国在这里 看起来这个势力上面 这个时间大概已经超过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